各位同學 我們整個課介紹的是微電子技術 而我們的課程內容呢 其實就是在介紹整個 機體電腦在半導體製程當中 所遇到的一些製程步驟 我們整個微電子技術當中 燒盤蓋的TARTIC包含有 Wafer Growth Wafer Clean 還有Do Weaver會經過Serval Process 加熱製程 然後有圍影製程 以及會介紹什麼是電漿 以及再次H10顆製程 還有CMD Chemical Vapor Position製程 CMD Chemical 還有 還有CMD化學機械研磨製程 還有製程整合 那這些步驟呢 都是我們在微電子電路當中 要製備製造出微電子電路當中 所需要經過的步驟 而且是這些步驟 會不斷的交叉使用 同一個步驟會經過很多遍使用 就好像各位可以想到說 要製作出微電子電路來 製作出微電子電路來 就好像你要少一盤菜 而炒菜的過程中需要什麼 需要洗漱菜 需要蒸煮炒渣 那有些菜是需要蒸的吃嘛 他可能蒸完後再炒 炒完後還要再炸 炸完後再拿回去跟其他菜再炒過 所以呢 我們會先針對不同的技法 不同的步驟 先介紹這個步驟在幹什麼 而最後要完成整個微電子電路呢 其實就是這些步驟當中 不斷的來回 不斷的來回 所以在業界 如果各位將來在半導體行列 工作當中認識的話 業界會將這些步驟呢 分為四大模組 分為四個主要的單位 分別叫做Diffusion Synthene Synthene Lithography 跟Action 主要分這四大Module Module也有把發音值 就是製成 那這四大Module各自會做哪些呢 就製成 只要是屬於CLEAR的步驟 就屬於Diffusion Diffusion還要幹什麼呢 加熱製成 也屬於Diffusion 那 Synthene呢 就是有CD 屬於Synthene 以及利用到Prosma的 薄墨成績 也屬於Synthene 所以簡單來講 Synthene的工作內容 只要是薄墨的成績 都屬於Synthene的工作內容 好 那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到 薄墨要產生 我們後面會介紹到 先跟各位會講 薄墨要生長 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做成績 成績是什麼呢 你薄墨的產生 所使用的所有的原材料 都是從外部添加上來的 這個叫成績 那什麼叫做成長 成長 Worth Worth代表什麼呢 你的薄墨的產生 有部分的原材料 又用到你的基板本身的材料 這就叫做成長 就好像 你的臉上長出輕鬆痘 這是成長 因為用到你自身的材料長出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塗上塊奶油 塗上塊紅豆 這叫做成績 因為奶油都是完全外部來的 欸 如果你是掌線的 誰塗 這是成長還是成績 就是成長的嗎 因為你的線 部分是在你的皮膚跟外面來的污染物 結合在一起 這叫成長 所以 在薄墨的世界裡面 薄墨的產生有兩種 一個就是成績 一個叫成長 他們的差別都在於 成長 這層 或者生長 有部分的原材料 是要來自於 你們自己本身 或是來自於我們的 呃 呃 帶長物 他自己本身的材料 成績是完全 對抵抵上來的 成績是完全對抵上來的 成績是完全對抵上來的 這叫Deposition 而絕大部分公司的 是負責成績 而成長是屬於誰呢 有些公司把成長 而化學反應呢 大部分都需要能量 也就是需要熱 來克服化學反應所需要的 活化能 因為有些化學反應 你在室溫放在一起 它就是不會在這邊變化 可是你再加熱了 它就會發射化學反應 好 所以呢 通常成長 會放在Deposition 成績會放在Thinking 那Disability 我們稱之為為 微理 微理是幹嘛呢 通常是要產生 圖案化支撐 就是 哪些地方你要特地做處理 可能是石科 可能是殘障 在整個結構表面處 你要做局部的差異化的時候 就需要儲微理 但是你想要做局部的差異化支撐 就需要用微理支撐 那石科就是這種移除支撐 你想要將材料 從你的結構表面上移除 我們就稱之為石科 然後呢 接著 那真正炒菜的人呢 就是自承政二這個部門 自承政二是另外一個部門 可以說是半導體裡面呢 權力最大的部門 因為它是開食譜的單位 我剛剛講過 每一個就好像蒸竹炒雜 微波 還有什麼呢 放冰箱 加熱 就好像手菜一樣 可是 一道菜要產生 你可能要炒很多菜 可能還要炸很多東西 可能還要煮一些 最後它會混在一起 最後跟整個食谷 到底這一看菜 我從沒有到有 要經過哪些步驟 都不需要多少步驟 每個步驟的順序是什麼 由自承整合統一 歸當體力 所以它是寫食谷的人 所以自承整合 接到case 它根據它所接到的project 去制定一個process rule 就是製造一個製造過程 而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們就要去盤序 每個東西在哪個步驟要出現 哪個蛋糕要出現 然後最後呢 開始做 所以有的失誤 在半導體產業裡的分波 是非常實質的 比如說你就負責炒 你就負責爭 你就負責炸 而我突然之間 我要完成這一道 滿漢全息 它可能 第三步需要爭 爭完之後它交給下面炸 炸完之後呢 再回來爭 爭完之後再交給炒 它就開始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這樣做 而對於真的人來講 你不用管炒人在幹什麼 你也不用管主人在幹什麼 你就將你爭的情 把揮到情緒 什麼都進來 你都可以爭 但是 但是 我可能 我可以對爭有不同的要求 這個可能只要爭到三分熟 這個要爭到五分熟 這個可能要剩到七分熟 那個可能要爭到表面有水珠 而另外一個真的要爭到乾掉為止 也就是說 你不要管你的材料 你要爭的材料什麼 你就是將你爭的情緒 把揮到情緒之後 我拿什麼東西給你 我告訴你 我對這個東西真的要爭是什麼 你再根據你對真的熟悉度 幫它 幫它製造過程 就幫它處理要爭 然後再轉到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 我現在就是要爭 但是我要爭到表面金黃 你就要根據這個材料的種類 去研究如何把它爭到表面金黃 做過之類的 而下一個步驟才來了 反正你就是永遠就是作詐 你就是永遠做證 只是你爭 每一次爭 你就是爭過什麼東西 你有可能這個證的東西 你前十步驟你還在做 而中間這十步驟換別人了 最後又不會到我們這邊來 可是這時候 它下一個爭 它的要求不一樣 所以呢 你必須要每個媽媽都必須要自己獨立管理 管理好自己所有的製造過程 以及它的製造要求 然後最後有process integration 製成整合的人 把它完成整套安全性的follow 最後做完主餐 所以呢 這整個就是 了解完之後 所希望我們這個學期上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整個微電子的產品 整個微電子經濟的路怎麼生產出來的 至少要有概念 至少要有概念 所以在我們這個課當中呢 了解每一個process的概念很重要 數學什麼的那些反而不是很重要 因為那個會根據機械不同 環境不同 會需要調整 那就是到畫面的人 或搞材料的人再去用 那對於我們學微電子的人 或是對於我們電機系的人 我們會用 會了解 比較重要 因為等到各位實機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各位親手去做這些製成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會被機械設定好 比如說 欸我這一步送 我是負責微波 我告訴你一下微波路就能 我們家就是這產微波路 它就有五段努力 你還可以做什麼除了呢 你就只能在這五段裡面挑一段 除了之類的 但是你要先了解它的原理 未來哪一天萬一各位進入到 設備開發廠 你照個理想可以去開發 更不一樣的規模 除了之類的 好 好 這是我們 這學期預定的上課時間表 簡單講 考兩次是 在期中考週的時候 考一次期中考 在倒數第二週的時候 考期末考 希望 預計啦 預計期中考週的時候 考期中考 倒數第二週的時候 考期末考 好 最多我們來引誘一下 整個學期的成績 跟整個學期的考試有個問題 好 那 外大主題的是 我們在12月初 12月9號這一週 因為我要出國參加研討會 所以這一週會 停課一次 好 那 整個進步表基本上 應該都可以 如期或是進照完成 前面我比較保守一點 有的我會使到兩節課 其實有時候只要一節半就夠了 可能一節半就夠了 諸如此類的 好 因為 半導體製程這個東西 好 我挑的特本呢 是這一本 好 大家應該買不到下面這一本 只能買得到上面這一本 好 因為這一本 我不曉得為什麼 台灣不太近 這本原文書 反而是非常暢銷它的綜藝版 這一本 半導體製程技術檔論 好 這兩本也是同一本 只是 這是英文版 這是它的中文版 好 那作者是一個大目的 叫蕭穆 好 蕭穆 好 而這一本書呢 每個幾年就載它 一次出版 他就連載專輯 一次 出如此類 好 那基本上呢 它的翻譯寫得很好 它的中文寫得很好 所以各位如果看它 基本上 它是一本文認為 子修都可以用得住 自己學就可以 只是說 對於初學者而言 對初學者而言 對初學者而言 對於初學者而言 要子修這本課 唯一運到的困難就是 有一些名詞 專輯你在看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不太了解 可能要看好幾頁才會看 他在說什麼 他在回頭看 就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上課呢 今天也是幫各位 導讀這一本書 那當然 因為這本書 說後不後 說過不過 而我希望你學習 帶回它 而它裡面呢 我主要講的是 每一個章節的重要概念 以及關鍵的知識 而它還有很多一半的內容 左右是什麼呢 是根據這個基本概念 用延伸出席 許多其他的討論 比如說 講完技術理論之後 他會跟你講 他現在的概念是什麼 現在業界的概念是什麼 而媒體跟其他書類 講通的東西是什麼 他會進去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就是 有看有知道 就OK 沒看你不知道 也不會死 也不會這樣 而重點就是 我在上課會提到的 那些基礎觀念要知道 基礎觀念知道之後呢 其他的業術 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會把課本 從一頁上到最後 也沒有必要 但會把裡面 各位需要 人幫你導讀的 或是張姐 給各位聽的 我會講出來 那剩下的 各位又可以自己把 同一個章節 剩下的部分 自己回去看書看完它 這本書 我記得我自己 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自己花了兩個禮拜 就把它看過一半 那時候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大學是沒有武器 但我研究所 考進了電子所 然後呢 上班到底資訊課的時候 講一大堆的名字 什麼晶圓啊 vaper啊 尺寸啊 什麼東西 我一概不曉得 那在說什麼 那在說什麼 三小朋友 不知道 所以呢 我就知道 先去跳書 我跳好幾本 我同時看好幾本 後來看到這一本的時候 哎 就見得起來的 前線易懂 然後我又希望可以很快 接上我的課程內容 所以說 半個兩個禮拜 時間內 看完了一半 然後再去上課 哎 老實講的限定字 我都聽得懂 我就聽得懂 所以我才講說 這一本書 其實它很適合自學的使用 所以呢 既然它適合自學 而我的目的就是 屬於鞭策大家 努力去看完看 我想大家都以為我這個經驗 很想要學這本課 哎 又我來個去修它 那就怎樣呢 對不對 旁邊就好 而旁邊跟真正修下去的差別是什麼 修下去的人還什麼事啊 旁邊的不用考試 老師讀一讀不太累了 或是今天睡過頭了 老實不爽不來 哎 看一看 我又沒有考試不念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各位念書念書 大家都會發現 唯有當然考試的時候 你才會努力去記下 書上的內容 否則不會衝衝一天 好像了解了就算了 可是你只要沒有結束 不會來問 你只會覺得你依稀有概念 但實際上就是什麼都不記得 大家一個東西不記得 它就幾乎冷 每八十步 所以呢 為了讓大家 對每個章節有印象 而且至乎到 所以呢 我希望的是 我可以每個章節都講到 而讓各位可以每個章節都好 我們去念它 而不要忽略到其中幾個章節 因為真的 如果說像 過去我以往 我每一章節都講得很仔細 然後講得很深 連那些阿琳瑪的東西我都完全講解完 我上課的內容 並多只能上到 可能只能上到十顆 或者只能到十一一 剩下三個可能都講不到 然後呢 你都會覺得說 欸 講到前面的每個媽媽都已經知道了 支撐整合只不過是把前面的 砍在一起嘛 對不對 人性是偷懶的 人性是愁弱的 只要我們講到後面 我相信各位可能 重其一生 不會翻到後面 好 下段期 趕快來答題 各位 還念到 八三八四的以前的課本 只要後面沒有翻到 張姐老師沒有教到的地方 誰會再去翻過 誰會 如果會 我可以 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沒有去翻過 好 就是這樣 因為看到課本通常會翻 你只會翻到什麼 考試會考到的葉書 就僅此於此了 後面的人性 除非不小心被檢掉站到 不然後面通常是很白的 是很白的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 每一個禮拜就將這個章節 然後等十八週結束後 除了考試跟出國之外 我每個章節都可以講到 他的清華的部分 讓各位每個章節 至少都知道要在幹什麼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章節有效 因為我以前練書的時候 我學到書單概 他更成 他幾乎每個章節都練個兩句 我還自己就很像講過 然後考試的時候 我每次考試教練三百頁 那時候更慘 我學生文科的時候 那時候我老師開的書 除了是原文書之外 他還有好幾次 然後每一次考試 我為什麼都是用數百頁的內容在計算 那考試請不要看這些內容 那現在 比較不會這麼做了 這樣開度人高 好 所以我們有兩次考試 每一次各佔百分之五十 那開始進入 回到這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到整個八九 我們整個上升內容 包含什麼呢 整個微電子電路在製作 總是要有一個出發點 由於原材料出發 這個出發的原材料呢 稱之為晶圓 Wafer 大家不要有聽過晶圓這個名字 所謂晶圓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製作機體電路的時候 最一開始所使用的原材料 像我剛剛都要吃披薩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個命題 至少有一個基本的命題 然後在上面再開始放料 再開始看 然後夏威夷啊 還是要吃星啊 還是要有龍蝦 之類的 總是要有一個起一段 開始的原材料 而機體電路的原材料 就是晶圓 而這個晶圓的材料是洗 斯力肯 斯力肯四處元素 和晶圓當中的晶圓 所以呢 在晶圓當中呢 我們普遍使用的就是晶圓 斯力肯威夥 晶圓 可是你會看到 這個斯力肯威夥的成長 應該說這個斯力肯威夥的產生 你會看到屬於哪一個module 它並沒有被規約到哪一個module 代表什麼呢 代表製作晶圓的是另外土地的公司在製作 也就是說 生產自己業務的公司 是買現省的晶圓 來加工來製作 本身自己不生產晶圓 就好像你是做漢堡的人 那漢堡包也是你自己炒麵包做的嗎 其實我不敢講小牌 麥當勞我是自己做的嗎 我不曉得沒有在麥當勞看過 原來想去麥當勞看過 麥當勞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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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自己做麵包的 他會窮 所以你要知道 Waver本身 它一點點點本身 本身不只能自然之間晶圓 它是跟晶圓製造商買晶圓來 之後 在自己的廠房內 不斷的經過這些步驟 最後不是造出記憶解不出來了 所以 Waver本身是另外的公司 而目前 比較有的公司是日本的公司 所以像是日韓貿易大戰 還有數一些東西 有一些酸啊 有一些農衣啊 這些原材料 找不在日本手上 所以 當然台灣也有一些生產經驗的公司 但是呢 很多廠商都把他的工廠移到大部分 因為那邊原材料更便宜 那知道 大陸是很貌业的 而且有很多稀有材料 在半導體整製造工程 有一些稀有材料 是找到在同學大陸的地方 OK 好 那 在正式介紹 介紹到整個晶圓的產生 跟各個步驟之前 我們這禮拜是第一節課 第一學期的第一天 下午 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 整個晶圓電路的發展史 世界上的第一顆電影 是在1947年發展出來的 發明出來的 1947年 剛好是1945年 隔兩年 各位在學的意思都 1945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在結束的時候 好 隔兩年後 在AT&E AT&E 大家有聽過嗎 因為現在手機已經沒這個人了 在以前手機 還要看巴打城 那時候AT&E很有名 那時候有名的有AT&E 有什麼西門子 還有什麼Nokia 有摩托羅拉 那現在很寵意的都變 iPhone SanSong 跟Alice 小米 還有其他一些 建議的去到這些名次 AT&E有一個貝爾實驗室 裡面有兩個科學家 一個叫 John Cardi 一個叫 Walter Braden 這兩個人 在實驗室裡面摸摸到到 終於利用了整材料 做出了一個 無台電子密電 這個無台電子密電 是VGE 電解體 是VGE 電解體 電解體的英文是Transistor 而它其實是什麼含義呢 它其實是Transfer Resistor 因為電子裡的電特性 它的電特性是一個轉組特性 就是它的電子會隨著電壓改變 會改變 就叫Mothsay的Ie VD圖 VD小電壓的時候 它像一個電組 VD大電壓都會出現保護 而電流跟電壓的微分 也就是斜率 就是電阻的倒數 所以它知道斜率發生改變 就代表電阻不斷的發生改變 所以它是稱作為Transistor 因為它是在Transfer Resistor 那BJT就是什麼 就是IC對VC的曲線 如果各位還記得電子學說 交到過了 對Mothsay而言 它的Ie VD曲線都會長這個樣子 不同的VG 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媒體的微分析不同 代表變成不同 而這支原件是VCE對IC 也是像這個樣子 不同的VDE 你看到也是電流跟硬壓的微分 也就是CINE 也有在轉變 所以呢 它們就稱之為Transistor 那這兩個 展示了第一顆電體之後呢 有另外一個同事 VVN香里 他看到他們發生了 他也想追上一下 所以他自己在聖誕夜晚上 自己在實驗室裡面摸一摸摸摸摸 他也做出了 他根據他們的結果呢 他將這個電特性的理論 找出來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 DEMO出來 已經製作出來了 電經體 但是為什麼去電特性長這樣 不記得 不知道 所以呢 他看到它之後呢 他去發展出電經體的理論 BJ結論 來解釋他們看到的東西 於是這三個人 就聯名拿到了諾貝勒獎 這就是發電的第一顆 有沒有 看起來 非常像破銅爛鐵 弄出來的一塊東西 有沒有 這個放在路邊 你只會看到這個 哇 這個很漂亮 如果今天這個只是個木頭 而且上面還有買 爬過去 就好像各位前前在搬出色了嗎 突然間看到一個人 桌上放到這個東西 好 這個不是木頭做的 會怎麼辦 阿姨 有沒有沒有丟啊 然後拿去啊 真的是 很容易被 被各位以為是惡色 這個現在是個寶 放在那個 放在哪個公司 你看大學裡面 這個是歷史性的象徵 T科電經體 十桌出來的電經體 所以這三個人呢 趕快 Gay Biden開連張照片 要發了出來 這三個人就得到了 1956年的 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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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是 夏克里 Braden 還有一個誰 阿Dee呢 在這裡 那這三個人的後續下場 是什麼呢 Breden呢 發明這個 一頂之後 就離開貝爾實驗室 到外面床蕩 這樣床蕩床蕩床 又回到貝爾實驗室 直到最休 看來他人生的高度就在 可能就在那個時候 好 那 本店就很厲害了 把電貨買呢 就去 伊利諾香檳分校當老師 然後呢 剛剛講過 他在1951年 得到諾貝爾獎幾年 1956年 然後諾貝爾獎 可是他們在做的時候 就發現了 1947年就做出來 1947年做出來之後呢 他繼續去做 因為56年拿諾貝爾獎 所以 在50年的時候 他沒有拿到諾貝爾獎 因為拿到諾貝爾獎 一段時間 要等到你的巴尼 被 社會火火大眾 被 瑞典的 諾貝爾的那個 基金會 承認是影響到 人類很重大的拘救 才發給諾貝爾獎 而且你要活著 大家應該知道 死人是不能領諾貝爾獎 你其實有巨大的貢獻 可是在頒發諾貝爾獎 那一瞬間 你必須要能夠 站上凱撒林獎 如果我要發給你 如果你在前一天死掉了 抱歉 你沒有諾貝爾獎 原本要發明 你正在這段台上 先救你 搞不好 一直在上廁所 摔一張死在旁邊 很可惜 你就沒有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 只會把他發給活著的人 然後呢 朱古巴蒂 在1905年的時候呢 他開始研究搜寶 然後 他的操寶上的成就呢 讓他在1972年 又獲得了 第二個諾貝爾獎 對 所以他的史上 都獲得 兩個諾貝爾獎的人 這裡獲得兩次金鐘獎 金馬獎 金曲獎 還要更難 對不對 你跟我說終結人 可以拿到兩個金曲獎 我覺得太不利了吧 他永生只要拿到兩個獎 不容易 不難嘛 而且又還會站下來 對不對 進去講 有主唱的人 有專輯啊 有編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你要拿到一個厲害的諾貝爾物理獎 哇 這個真的是太可憐 太可憐了 最有商業主要的人 就是這個 William Shockley William Shockley呢 1906 然後諾貝爾獎的話 秋二 秋起來了 有了這個名號有沒有 就出來看公司 搭著我 你爸爸我是諾貝爾獎得主 我的這個東西 已經被世界公認了 所以呢 他就開了一間公司 那這間公司呢 你怎麼沒有查到 我也來不去查 因為這間公司最後倒閉了 因為 你要知道 一個很厲害 很有才的人 不見得是一個 適合當老闆的人 個人主觀也是太強的人 他就算在哪個聰明 他也很難 擔任擔擔 除非 欸 算了 那就是他另外一個人 查 欸那個人是誰 巴黎教育的人是誰 大家記得嗎 特斯拉 沒錯 特斯拉都是欠財中的欠財 如果 如果你可以像特斯拉那麼聰明 你當然就有機會 考一個人在公司 考一個人 當老闆 又當老闆 這樣 然後不斷去做 好 對於夏克里呢 成立了 夏克里辦道理事件事 就以他自己為秘密 夏克里辦道理事件事 然後呢 這就吸引了兩個 後來沒共鳴的人 在當時 在當時 只是來聽整他事件事 一個人叫 路易斯 一個人叫 高登陌 高登陌 一講到這個陌 現在大家都知道 報導雜誌 他在想 我們 VIRS 代指數當中 有一個定義 叫做 摩斯洛 摩定 李定的摩就是他 是 高登摩 不是 Danny摩 是高登摩 是因為摩來 利益的 因為這兩個人 後來跟老闆 儲不好 儲不好 所以呢 最後 這些人 全部都離職了 離職之後呢 成立了一間 非常有前進的公司 叫 Fairchart Fairchart 那老闆呢 欸 不得知 就只好呢 離開 企業 然後回到學校 去 斯坦福大學 當教授 也很好 也很好 畢竟他也是 一代委員 對方 那講完 世界上的一顆電器 今天我們來講 世界上的第一個 機體電路 世界上的第一個 機體電路呢 一樣 在被了顯示 1957年 就代表是 剛剛三個答案 就被了講的 隔年 這時候有一個人 叫做 邱密 他發現到目前的 固態電子元件 像電阻 電容 或電體體 乃至於二機體 這些各位 現在在電子學東西 學過的幾群元件 他發現到 製作這些元件的材料 都是可以用半導力材料製作的 所以他覺得 這些電子元件 都可以用半導力材料製作 而 我們明天說 電路的時候呢 是將不同的材料 拿過來放在一起 然後再拿 焊起把 短路連接起來 他就覺得 那為什麼不能在製作的時候 我又投入的材料 同時製作這些 原件 做在上去呢 所以呢 他就想說 我將這些原件 全部做在同一塊的半導體機板上 再把它焊接成電路 哦 在1998年的時候呢 他就進入了 PI 德州儀系公司 開始實施這個想法 所以呢 他就利用 公司找到 沒人要的 捲面點 折焦 然後做成了三個電路 再放上一個電流 然後再利用 金 白金線 裹皮 連接電極體 電容 跟三個電阻 這樣就成為一個 氣體電路 所以這時候就 這時候就 硬肯裝的名字 什麼叫氣體電路 那回過什麼 什麼叫電路 所謂電路就是 一堆 電子原件 組裝在一起 就是電路嘛 對不對 而這些原件 在組裝在一起 如果這些原件 是分開製造 只是要連接的時候 把它拿過來 短路在一起 這種電路 我們就稱之為 離散電路 Discrete 離散電路 離散電路 叫我向各位 去電子原件 你可以買 電阻 你可以買 電容 還可以買 很多的連接線 你可以買電機體 各位在電子系列 手長用電保板 去這些短路 上面這些原件 都是分開 鼓力製造出來的 那這樣子 這些不同 各自製造出來的 電子原件 組裝在一起 組裝在一起 這個電路 就稱之為離散電路 可是如果你的這個電路 你一開始就知道電路 你一開始就知道 要哪些原件 那你在製造過程當中 把這些電路 在整個電路的生產過程中 同時在製造在 同一電機板上面 這樣做出來的電路 就稱之為 基體電路 所以基體電路裡面的原件 就不會有辦法在 獨立切合出來 因為在製造的 就已經把它製造在裡面了 所以 所謂的基體電路 指的是 這些原件 在生產過程中 就 做在一起 而不是獨立製造後 接在一起 它是在製造過程中 就把它們做在一起 這個電路就稱之為 集體電路 而第270電路呢 被稱之為 電路橋 而不是晶片 晶片是後來 後來做的比較漂亮的時候 變成一個 方形結構 或曲型結構 後來才叫晶片 所以你們看到 第270電路 又長到一個 阿姨 有東西發霉了 怎麼沒有丟 有沒有看到 第2看起來 你是不是覺得很噁心 可能還誰勾有沒有 這就是第一個 集體電路 千萬不要過頭 哪一個是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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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清楚 我只知道 炸東西 趕快用 因為現在 都已經做算變了 一個很小 很小的 BJT 元件 BJT 元件 就是一個小黑 小黑龍 小黑龍 在電阻實驗的時候 都有用過 BJT 元件 這個就是 BJT 元件 加了四個電阻 還有一個小黑龍 的東西 好 這就是 Chic Hume 所做出來的 低格機體電路 而這時候呢 同一個時候 Robert Knowles 就是在 就是剛才在 下面的實驗室工作的那個 然後呢 他鼓勵出來 開創的 Fail Channel 這個公司 而他也正在制裁 製造低層的 高生產的 機體電路 只是 Qui 跟他跟 Qui不同的是什麼呢 Qui的 IC使用 實際金屬連接線 連接不同的 元件 但是 Robert Knowles 他用的就是 我們現在 經濟電路的做法 是什麼呢 他的金屬線 不是額外 努力砍結上去 是他直接沉積 一整塊 金屬霧墨 在整個 電路上面 然後去把 不需要有金屬的地方 給 殼掉 給移除掉 這種 所以他做出來 要比更好 應該說他做出來 比我們 就是非常接近 我們下去 認知到的 起電路製程 就是Robert Knowles 因為 Kerry是拿 金屬連接線去連接 但他用的是 我們直接 將鋁膜沉積 整個鋁膜沉積 在金屬的表面 然後在 連接完之後 不需要連接地方 再把它洗合掉 然後呢 並且呢 他已經用細材料 取代了 球員連接的材料 也做出了 可以商用化的 電競艇 所以 Robert Knowles 也是一個 在實際 企業 產業界 有真實貢獻的人 所以在1961年 Fairchart 這間公司 也就是Robert Knowles 這間公司 終於製造出第一滴 可用於商業化的經驗路 這很重要 如果有些東西 在實驗室可以成功 可是拿到外面做的都失敗 這東西 有價值嗎 它永遠就是一頓的東西而已 因為它沒有辦法量纏 沒有辦法量纏 沒有辦法量纏 代表什麼呢 你只能做出第一顆 來做出第二顆 我今天我要一碗顆 或是我全地球人要用 你做不出來 這就很像是什麼呢 LV的手 包包 我沒有辦法大量製造 我只能一個一個的做 把它做得很慢 那就很貴 很貴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大量使用 所以很多大量使用 非常重要 所以呢 特別佩服這些使用派人 真正能將東西商業化的人 才是最厲害的人 當然 一定要感謝 最早發明出來的人 但是發明出來的人 你的東西被發明出來 如果永遠在實驗室 階段使用 而沒有辦法進入到商業化使用的話 它的價值就很低了 它的價值就很低了 所以能商業化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技術跟貢獻 所以Bailchart 我今天就把它擺一整個快捷 快捷辦到 1961年 它用戲取代了者 製作出可商業化的材料 然後呢 接著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它長什麼樣呢 長這樣 欸 看起來 有模有樣的 對吧 所以看起來就覺得說 這不要亂丟 這可能是個寶 可能是個舞蹈 可能是個舞蹈 跟前面再看起來 這一勾的垃圾 不太一樣 它已經有價值出來 它已經怎樣 看到大門卷的話 它在法國告訴你 這個 很有價值 當然 現在這個東西 就我們目前技術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想到 你跟指甲還要想 就我們這些東西 但是那時候是個花時代的東西 好 然後呢 但是呢 前面講過 你做錯了經典的路 可是不要忘了 電經典 是貝爾實驗室 的那三個人 在貝爾實驗室都發了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所謂的專利 對吧 你在哪個地方工作 你在那邊發展出來的專利 其實就屬於這些公司了 大家要這個基本的嘗試 比如說各位在學校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可能制裁權屬於學校的 連老師在學校工作 所想出來的東西 或分 制裁身體專業 專業的所有選 屬於學校 不屬於個人 即使你到公司上班了 你在上班期間 說發你的東西 也屬於公司 除非你可以證 你沒有用到任何的 公司的資源 公司的訓練 然後發你去吧 這太難了 除非我告訴你 發你的東西 是一個如何花漫的 你總不能說 我在你開店工作 然後我發漫畫的技巧 在你開店 傳授給我 除非這種領域 關係又不一樣 不然你很難判定說 你完全沒有用到 該公司的資源 甚至也可以說 就在公司的工作 讓你這個起發 你是也很難的 所以你就看到 整個基電路 Failchart雖然做出來了 可是不要忘了 前面整個基電路當中 TI的一些公司 剛剛講過的那個人 QB 他在TI工作的時候 他做出來了 所以TI也擁有 集體電路的專利權 所以就知道他專利 打到最後 他就共享了 就共享專利使用權很高 那QB呢 也因為發明了集體電路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 會受一個諾貝爾獎 記得是QB 而NOVY是把他商業化的人 他就沒有了 所以只會傳遍誰 發明人 發明人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 很可惜的地方 其實商業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但是在物理的眼光 他是care 第一個 Fall of first time 就很像各位看三個傻瓜 裡面的劇情講得非常好 第一個大商業主人是誰 阿姆斯莊夫 第二個是誰 不用想 沒有人聽的 第二個是誰 哇 聽的覺得好心酸喔 明明我也可以上得去了 他就歷史流民 我們就 我們就廁所流民而已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這個人就是QB QB QB 在2005年的時候就去世了 然後呢 Roman Louis 離開Bill Child之後呢 他又跟 大家講過了 Goldenmore 前面講過 Goldenmore 以及另外一個 Andrew Groff 他們呢 在1998年 成立了一個 直到目前還稱霸霸霸 到底的一間公司 叫做 Intel Intel 一提到這個就覺得 哇 那你到我前了 你一定 你一定有些的要命 然後現在 所以 然後呢 其中 Roman Louis 在1988年呢 又獨立出來 去Same My Cap 當資金總裁 Same My Cap 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它是一個半導體製造業的 國際聯合的組織 也就是說 它一個說起來 算是一個財產法 是什麼呢 它有國家的資源 但是也有各個業界的資源 然後它會獨立發展出 幾點多的製造技術 然後呢 你想要了解 我的製造技術是什麼 你就要 花錢 跟我買都好 才會告訴你 我現在看到到什麼地步了 然後呢 你才可以將我的東西 拿去 以公司 試做生產 所以 Same My Cap 大部分的半導體製造業 都有 加入這個 Same My Cap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團隊 半導體開發的團隊 這是一個 美國的很有名的 半導體開發組織 叫Same My Cap 近幾年 今天都聽到這個名詞了 因為 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兩大半導體的開發組織 一個是美國的Same My Cap 另外一個是歐洲的I-Mac 比利時盧問大學的I-Mac 比利時的微鏈子技術中心 它跟它也是一樣 它也是接受各界的Foundation 各界的贊助來開發半導體製造技術的 只是這幾年 近幾年沒有Same My Cap 在國際很多 旅遊會議上面 現在好像只是I-Mac在秀 Same My Cap 近期都一直都看到它 不過在 在五六年以前 它也是非常火熱的一個主持人 這就是Nolus 看起來 斯文斯文的 人工人量 大家看到 在半導體界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定律 就是默定律 每年都有人常追它 默定律要到進口 默定律要到進口 但是事實在證明 人類的力量 人類看起來的力量 可以超越一切 為它能夠去去賺錢 我一定會延伸默定律 默定律講的是什麼呢 默定律不是個數學定律 它是個觀察遺跡 它其實上次觀察遺跡看到 它沒有任何學問 它是統整什麼呢 高德默 它在看永生之年 它做了一個統計 它做了什麼統計呢 它做了一張圓 Esto 就是它每一年所看到的 什麼呢 每一年它所看到 整個晶片上面 從單位面積上 做出這個晶片裡面 所用到的元件數量 它會發現到 每隔一年 我同一個晶片上面 我可以放更多的元件 我每過一年 我可以放更多的元件上去 然後呢 如果掛到產品觀 像這樣子 X軸是不同的年份 Y軸是什麼呢 這上面是每一個晶片 它的型號 當然是特定公司的型號 就是它找些東西啊 像什麼330啊668啊什麼 就有不同的型號 不同的晶片有不同的型號 它在不同的時間推出 然後它對應到這個晶片裡面的電競體數量 你可以看到 它幾乎成一個直線上升 好 這就代表什麼呢 所以高德默呢 就只是根據這樣的觀察 它就提出了 它就講了一句話 哎呦 因為我發現到 我們半導軌產業的發展 我晶片上面的元件數量 幾乎每12到18個月 因為越來越嚴重 所以有時候12會也回到18 那最低我回到12 幾乎每一年 我晶片上面的元件數量 會增加 但是價格不變 這是個觀察結果 但是現在被列為什麼呢 我們要想辦法維持這樣子的發展 因為這個觀察結果似乎就反映了 你半導力產業的直屬發展 如果說你花的時間更長 或是加起來升高 那就代表你的發展似乎有點示威喔 你要說要走下坡 你要說別那麼厲害喔 為了不要讓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Intel啊台積電 都一直努力的維持摩爾定律的發展 就是我每個一年 我的今天的數量都要增加一倍 而過去40年 大家知道 多多多已經去理解壓案 過去40年 一災證明墨定律的正確性 我覺得這叫很奇怪 因為墨定律的那個不是個 不是個物理定律 他是個觀察的進行夥伴 但是 但是基本上都證明這個趨勢 一直維持到近時今日 現在已經進入到7暗影的階段 未來要走下5暗影 3暗影 2暗影 1暗影 真的可以走龍的樣子嗎 前陣子太極了太極了 說還是可以繼續增加 每當月面積上的定律數量 我還是可以再繼續翻倍成長 那這次就問各位 請問 每個一年 經驗上面的元件數量增加一倍 他要不要出來增加一倍 叫什麼增加 一般最常做的話就是 讓元件做得小一點 元件只要變小 同樣的面積 從像今天平常 所以可以三個元件數量 自然就會增加一倍 對不對 好 那這次就問了 原件面積要縮小 要縮小到國小 你就縮小才可以增加一倍 你們面積是要縮小什麼 二分之一 對不對 好那時候就算出來了 一個晶片 假設晶片的面積不變 裡面有很多個電晶體 很多個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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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電晶體拿出來 電晶體 我們每過12個月 我的電晶體的數量要增加 要變成原來兩倍 那就代表說 我們每過一年 假設這個是低 這個是低 這個面積就是低 對不對 那這個面積需要多少 二分之一 這個面積就要變成0.5 對不對 如果電晶體要變成0.5 請問長跟寬要縮小多少 多少 啊 多少 0.7 0.7 0.7 所以 摩爾電力同時也暗示著 我們什麼呢 電晶體的尺寸 每一個世代 每一個世代 尺寸就要萎縮0.7倍 所以在早期 原件尺寸 是0.35Mbps 下一個世代叫 0.25Mbps 你看看它是升到0.7 幾乎就是升到0.7 0.25乘0.7 是多少 是7.5 不是 叫0.18 0.18 0.18 再乘上0.7 是多少 0.2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技術節點 棒導體的技術節點 就是每一個世代 0.25 0.35 下一個0.25 0.25 下一個0.18 0.18 0.18 下一個0.2 0.12 在乘上0.7 叫0.09 迈古尼赫 其實這時候就改名了 叫90奈米 0.09 迈古尼赫 其實就是90 迈古尼赫 這時候就進入到所謂的奈米 世代 90奈米成年紀多少 將近65奈米 將近65奈米 你可以說是63 但是不會有多3 都去用整數 6 在下4是多少 在乘你年紀是多少 45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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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乘你年紀是多少 7 30 所以這30 這時候是32 而在32 這個時代 開始出現了分歧 Intel 他用的是三社的名稱 而 他一連電三社 普通過 這時候用的是 23 我硬要比你 在笑他們一點點 正名妄想 比你 恰了一點點 所以這時候 就分了兩個正人的 就出現了兩個名字 一個是三社 一個是 而 這個是只有Intel 在用 其他的正人 非Intel 非正人 非正人 都使用他 所以28 在使命年紀是多少 就可以到20奈 20奈 20奈再走下去 又分為兩個正義了 這就是有名的iPhone電擊體之亂 好像在iPhone6還是iPhone7的時候 那時候 iPhone出了一隻手機 這隻手機裡面 同時 你可能買到的是台積電的晶片 你可能買到的是 三送的晶片 而 你如果買到的是 那時候呢 台積電出的晶片叫做 16Nine製造技術的晶片 三送的晶片是14Nine 然後 三送的晶片就說 5.0還是10Nine 所以這裡會出現一個分子 TXXXXX SXXX 然後呢 在下一個世代 是0.7之後 你會發現 兩個又回到了 差不多 是多少 70 10 就10Nine 就是前一個時代 大力不太有 而現在呢 走到了什麼呢 7Nine 就是Right now 現在正在發展的7Nine 所以你看這些數字 不是亂不亂的 都是為了滿足摩爾利率所需求 所以每一個世代的利益 它們是有關係的 然後傻傻 你的數字是隨便亂買的 而當然很多其的地方 就是 有 商業策略考量的喊 為了讓人家覺得 我比你強那麼一點點 我的數字 就比你小那麼一點點 就好像我贏過你的 數字 它的顆星比它的顆星差 二八顆星 三顆星還要差 但是我還數不多些喊 我還能比你強 對不對 所以7再加一個多少 到77 49 就是5了嗎 得了 再加一個就是 3 2 1.5 1.5 不用想 先看看 到這半開 有沒有 再下去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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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裡告訴各位 整個微電子技術的 整個大金銅的名稱 整個微電子技術的 其實是根據什麼的 每一個世代 它們要拿到1.0 同樣設計的經電 它的面積可以縮小 上一個世代的經電 還要面積少一半 面積少一半 換0之五的編長 就是變成0.7倍 0.7倍 所以你的關鍵尺寸 要縮小1.7倍 而這個數字就決定了你的關鍵尺寸 我們就稱之為 技術結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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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開始 你知道 人嗎 最喜歡高名詞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看到 當一個晶電上的 原件數量 兩個到五十個 這時候給它取名 叫一個 小型機體電路 small scale 這是 規格 scale 規模的意思 small square integrated circuit 然後呢 多到五十到五千個 叫做什麼呢 中型 median scale 從small scale 到large scale 以及現在大家喜歡講的 VLSI 你什麼意思 這是large scale 多加個VW 什麼呢 very large 我從large 變到 我very large scale scale 之後呢 又一棒聰明人認為 我還在超越 的 earside alto large 而 alto large 提出幾年後 我會發現 沒有人在跟上 使用這個名字 大家還是習慣使用了 rearside 所以 所以 越喊下去就沒有在跟 所以 這個尺寸一直喊 喊到 ULSI之後呢 後來就發現 ULSI其實 間接度能夠少 大家都還是習慣使用 VLSI 可能V有vintory的意思 可能有比較吉祥的感覺 所以 現在的超大型機體電路 都使用的是 VLSI 而不是使用 VLSI 這兩個應該就過來了 他是中文打出來了 VLSI就是超大型機體電路 ARTR應該叫做 幾大型機體電路 這兩個應該要修改一下 所以 現在 你就不管了 你就知道 當你的數量多到我程度以上 我就統一都叫做VLSI 就統一叫VLSI 這是一些 有趣的地方 所以他只是在講 你的微波 你的尺寸數量 可以看到 一模一樣的電路 你使用不同的基數鐵鐵 所製作出來的 晶片面積會越來越小 因為 原件的尺寸會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 反過來講 同樣的面積 我使用更前瞻的技術 這麼大的面積 我就可以放更多不同功能的晶片上去 變成同樣的面積 我要嘛就是這樣呢 我可以塞更多不同功能的晶片進去 或是說更多複雜的電路設計進去 比如說 這麼小的電機 我可能是一個單核的CPU 我想變成四核心CPU 八核心CPU 我的設計就變得更複雜了 對不對 那我原本可能這樣呢 我原本的面積可能會倍增 但是呢 我使用的是更好的技術界面 而我的面積又可以再縮小 所以 原件越縮越小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是這樣呢 同樣的電路 你的晶片面積可以 變得更小 或者是 同樣的面積 你原件的變小 代表在同樣的面積下 你可以塞入更多的原件機 同樣的面積你可以塞入更多的電機 代表什麼呢 你可以放更多 不同功能的電路機具 叫它同一母地 你不只可以裝到 你還可以裝小麥 還可以裝西花 還可以裝芭樂 所以講 有些不適合裝在一起 但是電路就可以了 這叫做SOC System Unchip 明明大家不同的製造技術要不停製作 但是現在的技術電路就是 我可以讓你不同功能的電路 做在同一天上面 這也是現在的電路製造技術的發展 我要將我同功能的電路做在一起 這個是這本課本裡面 號稱世界最小的電晶體 最小的電路通道超過4那裡 給各位一個觀念 我可以用紙巾的想下去嗎 千萬不要忘記了 所有的材料都最小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所以再怎麼小一點 就可能小過一顆原子 那原子跟原子之間的距離有多少呢 大約2點多到3N重 至少 也就是0.3N左右 這只是兩個原子之間的距離而已喔 而你要做成一個電路 你就會看到 這裡可能只有幾顆原子呢 可能只有十幾顆原子的大小而已喔 這是給各位看說 現在的製造技術已經很變態 喪心運動了 已經快要小了價值了 所以你看到 好快 晶圓上的原子最小特徵之所 不可能小於兩個細原子之間的距離 那兩個細原子之間的距離是5個N重 也就是0.5代 你不能告訴我 我這裡叫做單原子電靈體嗎 我一顆原子可以變成電靈體 那開始 這叫做神奇原子 可以去看看漫威風化 原件是越做越小 越先進的原件做得越小 但是晶圓的面積呢 卻是越做越大 它的概念是什麼呢 叫好像 烤披薩 烤一個披薩放到爐盤裡面 放到爐盤裡面 烤二十分鐘 來吧 假設今天 你一片地上的成本有什麼 餅皮 用料 跟 加溫 如果加溫的這個成本 比你的用料的成本 比你面積上的餅皮的成本 都還要來得貴的話 那我是不是我一次端進去 出來之後 我要切成很多藝人份的披薩 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我的面積越大 我是可以切的 金片數量越多 也就變成怎樣呢 我同樣烤一次 烤出來之後 我烤的成本是固定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的餅皮 我的金圓的面積越大 我同一個成本 可是我最後切出來的成本 數量也越多 那每一個金片 它的cost 它的成本就會 越低 因爲什麼呢 你做一個 你做一個六寸的 八寸的金圓 經過整個半導體製成步驟 這些半導體製成步驟 這些半導體製成步驟 的花倍差不多 你金圓大一點 金台貴一點 但是金圓大兩倍 金台會貴兩倍 沒有 金台可能只貴 20%而已 可是你切出來的金圓的顆粒 金片數量 可以多一倍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說 就像烤地上 我一次烤一個四寸 跟我一次烤一個十二寸 我最後切出來 我十二寸可以切的一人分的 披薩的數量就會 比較多 所以呢 晶圓是越做越大 因爲我做出同一個電路 我需要通過的製成步驟 就剛才講的 根據製成整個的試圖 有沒有 我的製成步驟是差不多的 而我製成步驟所畫的成本 也差不多 可是我晶圓越大 我可以賣一個晶片數量越多 但我晶圓的晶片的成本就越低 所以在烤三的發展史呢 是圓件越做越小 晶圓越做越大 從早期的四吋 六吋 八吋到十二吋 就停了 那曾經有一陣子喊到十八吋 但是十八吋蓋這個廠的話 它的 它的 廠房成本還貴 所以就用喊一喊而已 那就沒有人做 所以現在還是維持在十二吋的晶圓場 現在晶圓最大長就是十二吋 細晶圓 現在還是十二吋的行圓 好 所以以上是我們第一節課 第一節禮拜 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記憶定律的觀念 我們下禮拜開始 正式進入到我們的課程內容 從晶圓成長開始 晶圓怎麼樣製造出來 以及每個八九每個步驟 它們的概念是什麼 最後如何整合出 製作出一顆電梯明書 我希望這個課程 可以最後可以介紹到 不同世代的製成整合 這是我的希望 好 以上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們這個禮拜的課 就先上到這邊 給各位熱熱聲 想清楚 好 之後再來介紹 整個記憶定律的製造過程 好 這禮拜上這